字幕提供 我們今天的不講車來講什麼? 我來講一下宜蘭的當地美食 是我剛買的高渣跟鋪肉 我先講鋪肉好了 鋪肉事實上是來自於日本菜的改良 也就是天婦羅 因為早期有一個在日本料理店打工的師傅 他學會天婦羅這項做法 後來就把豬肉條拿下去油炸 然後包裹一些麵粉 然後我菜裡面有奶油 因為我吃起來是有奶油味 然後就成為宜蘭當地的一個很有名的小吃 那為什麼叫蒲肉呢? 因為在宜蘭的米南話裡面 油炸一直跟蒲的發音是一樣的 然後蒲肉這東西看起來 金黃色的肉條跟薯條長得差不多 但吃起來口感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挺好吃的 我蠻喜歡吃這個味道 因為它這個吃起來有點像什麼 你知道嗎? 有點像麥克雞塊的豬肉版 但是它的皮就比麥克雞塊還要來得厚 然後再講一下這個高渣 其實高渣啊 它是從福州一路傳到台灣來 然後台灣再做改良 然後高渣的做法 是雞汁加上豬油加上雞蛋 混合在一起混打 再去讓它結凍 結得一塊一塊像豆腐一樣 然後再丟下去油炸 你看起來這外面不是很燙 但吃下去是會燙嘴的 所以曾經有一個傳說說林哲許禁煙的時候 因為跟美國打仗出了 在簽約的時候 不爽美國人故意端上高渣讓它吃 然後讓美國人燙嘴 那當然這傳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反正高渣就像一路流傳下來 成為以來當地的這名小吃 你本來以為是豆腐 但事實上並不是豆腐 它也不像馬薯 反正它的味道香香甜甜 然後油而不膩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真的我覺得宜蘭這兩個小吃 真的是最可以代表宜蘭 大家如果來宜蘭玩的話 一定要來試試看 好就這樣 高渣蒲肉 不然吃飽還是覺得很好吃 謝謝